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 玉芯家事管理企业社的创办人 陈鲁倩女士 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专访 Sarah 你好 Hello 你好 Sarah 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 玉芯家事管理企业社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知道 有很多的这个收纳的收纳师 或者是说这种居亲的 但是家事在这三个当中 有它各自要承担的一个部分 对不对 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像我们公司玉芯 是以经营家事管理方面为主 我们是以道府烹饪为主的产业 我们的家事人员 其实都是以烹饪为主 然后清洁为辅 那当然就是清洁的技能方面 我们在做培训的时候 会做以最基础的部分 去教导一个就是上下刑罚 那铺认当然有时候客户 他会要求说要有证书或证照 那以致证明说这个服务人员 他是真的能够就任上任 然后可以把这个案件 就是做一个执行完成这样子 你可以再跟我们回到当初你是怎么进入这个产业 你是看准他看好他对不对 对我觉得说这个居家的部分 在六年前我加入的时候 我就觉得未来他一定是会一个很大的趋势 因为我们人口就是老年化 那当然现在政府单位的厂照其实就很夯了 那再加上我们的一些家事管理方面的case 其实也不少 还有就是我看中的一个东西 一个商机就是烂商机 越懒惰的生活状态 我们越有商机 越能够得到服务的机会 你当初进到这个产业 很顺利进来吗 当然没有 我是周遭的人其实都蛮反对的 因为觉得说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怎么会去做这么low的工作 那个并不会赚钱 我甚至还被说过说 你应该是要去做餐饮 你厨艺很好又很会带孩子 你怎么会去做清洁 再去做拼送 怎么会这样 这样很low的 没关系你的生活 就这样子跟我说 我会觉得说 每一个工作都有他的一个专业度跟迷人度 我想要去研究它 所以我走入这个产业之后 就不怕苦不怕难 确实它真的很劳累 然后我也去直问过我自己说 我为什么要做这么累的工作 他真的 有时候我们遇到下雨天 我们要清玻璃的时候 确实真的又冷又饿 然后又在寒风底下 但是因为使命必打 我们答应了客户 我们就要把它完成做好 他有他的辛苦面 但其实清洁跟家世 他虽然是比较自同体系的工作 但其实大致上雷同 然后你创业是凭着一股冲劲 所以你算是很早进去一年半 对 就创立自己的现在的这个预星这个品牌 对 我是大概进入这个产业 差不多一年半左右 我就直接 我就认为说 我应该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 我认为我自己应该可以 所以我就试着去做创业这个动作 我一开始很抗拒 我不懂了什么叫创业 所以我一千块就创业 是 而且很冲动 我的理事长 我的贵人 理事长 那个肖副总 他就会觉得 啊 小倩啊 你太冲动了 你怎么会去赢登 我在创业赢登之前 其实有一段时间一整年 我都是在没有赢登状态下 这件案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是有案子我去做 嗯 什么我都做 嗯 然后就是 呃 重量不重视 嗯 所以都做得比较没有那么好 但有画面 是 想要把它做好 但一直到我遇到我的贵人 想要副总理事长的时候 OK 告诉我 管理公司是需要方向 并且系统化 是 那他给了我很多的薪销资源 嗯 协助我公司的管理 然后给了我很多的 包含讲师的管道资源 以及培训我成为一名 优秀的清洁讲师 让我在这个领域发光法 嗯 你做讲师的这个部分 可以稍微跟我们聊一下吗 嗯 我做讲师的这个区块 其实说实在的 他虽然只是动嘴巴的工作 嗯 但他的背后 必须付出非常多的时间成本 嗯 我其实很能够理解 写一本书有多难 嗯 我是一直到做讲师 要编讲义时候 我才发现 原来我们在外面看到的 每一本书 他的背后 为什么都要编两年三年 嗯 我编一个讲义 如果是比如说72小时 或是80小时 我必须编三个月 是 我才有可能把它就是弄出来 OK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白天黑夜我都搞不清楚 我可能凌晨两三点我有灵感 我爆发的时候 我必须赶快把它写下来 嗯 写完了可能就天亮了 我又去睡觉 嗯 所以其实在当讲师这个过程当中 第一个 没有人 没有人要去规定你 怎么写你的东西 嗯 你时间到了 你就要出现在讲义上 嗯 你时间到了 讲义就要加速了 嗯 而且所有的单位都是自己要去跑 是 不会有人去协助你 你应该怎么做 怎么走 怎么去 嗯 所以呃 当讲师 你会愿意投注时间上去 是因为你发现这些人需要你 是 他需要你的经验 需要你很多的时候 当他们呃作为一个这个领域的一个专业 竟然遇到这种纠纷的时候 你能够帮他们 真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白纸黑字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认为做到讲师就已经有社会责任了 因为我们是在 我们是在传达正确讯息 嗯 包括就是教导正确的清洁技术 是 产业的一些经营观念里面 还有就是一些在执行案件的正确心态 我认为当到讲师 就一定要做到正确传达这个部分 而不是告诉学生一些错误的观念 要他们效价竞争 或者是去得罪童谚或一些 可能不可逆的行为 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当为成为讲师之后 要注意的事情 嗯 你就这样子在这个讲台上面 这样子的凭着你的一个认知 然后去影响你的学员 就没有想到底下的学员观察你 然后最后就是把你约出来喝咖啡啊 是啊 我就觉得很特别 就是我一位学生 因为我一开始发现他的时候 其实我不晓得他是讲师 哦 他也是个讲师就对了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讲师 而且他居然有教育训练中心 他的人脉非常的广泛 是 这也是让我相当就是惊喜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约我喝咖啡 我认为就是老师跟学生之前就是谈谈天啊 聊聊八卦啊 这个其实也可以 老师也是人嘛 对不对 我也是生活中的一份子 我也是需要朋友嘛 是是 我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我可以去做一个交流 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但没想到他一坐下来 告诉我 老师 我想跟你谈合作 嗯哼 我就觉得 哇 谈合作是什么样合作 哦 才发现原来是教学的 那个讲课合作 是 那个当下其实我还满惊喜 我说 诶 那 您这边是后来才知道 因为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评伍老师 是 而且在国内是属于很知名的 是 人物 嗯 我就觉得 天啊 我怎么那么幸运 有这样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 听了我两次的课 嗯 我真的好有荣幸 我就觉得说我何等幸运 嗯 这样子的人物的创办人 他已经是创办人 是 居然就是坐在我的假堂上 在听我假课 嗯 哦 在那个当下其实我是真的 又惊又喜 嗯 那时候当然这个合作案 也是一直目前都正在进行 是 嗯 你现在的这个服务的 他其实很吃区域 对不对 是在台中站稳脚步了 然后接下来你是瞄准哪里 哦 其实我们公司是经营 一开始就两边了 嗯 一开始我在经营的时候就高雄 台中 所以我把 营登处其实就放在高雄这边 哦 那高雄这边其实是一个 嗯 我觉得 暗人反而比台中是多的地方 嗯哼 而且也更好经营的地方 因为这边的人热情又有趣 嗯哼 高雄的人最出名就是热情嘛 可是 我觉得在呃 待人接物方面 我觉得在南部这一块哇 真的 你会感受到那一个人情 嗯 真的 那个感觉非常的好 是我们在中处这一边 我 我有时候会感受不到的那一种氛围 我喜欢去高雄这边经营 就是高雄这边的客户 所以一开始 我就以高雄台中两边一起跑一起经营了 嗯 但是就变成是说啊高雄那边 你会需要更多的人加入你们的团队 是在高雄这边因为是主要战场 所以我今年的一些计划会以这边为主 是 ok 呃整个的去分析到你们的这个产业啊 你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就是 你对于预新家世管理企业社的一个短中长期计划吗 嗯 我短期内我会希望说就是以高雄这边开发更多的特性 ok 那中期这边其实计划我会认为说 我想要开发一些有关于呃 同任教学的部分 然后再达到一些比较别人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 是 然后长期的部分 那当然就是开发更多有关于单纯烹饪的客户 然后去把这个架式的部分就是把它壮大化 然后把它做一个更大规模的扩大 嗯 是 ok 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呃 当初的一个看好就是这个产业 然后从你根本什么都不会的情况之下加入的 对 对 就是你不会打扫 你也没有人夸赞说你很会收纳 都没有 完全没有 我那时候加入的时候是连抹布都不会拿的小法 什么样叫做拿抹布 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你会拿抹布吗 学生其实就会黑蒙的那个脸就会看着我 拿抹布 谁不会啊 谁不会拿抹布 当我正确教导他们所谓的八面心法的时候 他们才知道哇 连怎么拿抹布都有方法 并且它是一个心法 嗯 它也有顺序跟技巧 连抓握都是有技巧的 它不会让你产生职业伤害的一个抓握 ok 所以其实在这个教导过程当中 也可以让我的学生学到比较新潮流的一个就是打扫的技能 是一般他们可能在外面在外面学习的时候不会得到的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嗯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哎 你的身上好像有一个气场啊 就是说你投入到这个产业当中啊 你心里面想着这个行业这个领域是值得受到尊重 由你去站出来作为一个专业代表 你能够得到人家对你的尊重 你底下的人你也要保护到他们你教他们对的事情 然后让他们出去可以非常的骄傲 就是我在这个方面提供你服务 你给我相应的这个报酬 你呃希望创造的就是说 不管是啊聘请你们跟我们签合约的他们也可以赢 然后你们同业之间可以赢 你们一业的合作也可以赢 是这个当中你觉得呃最核心的一个精神在你身上 你自己观察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 会让别人这么欣赏你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怕苦不怕难 还有我不怕挑战 我最喜欢挑战 我喜欢解决麻烦 你越麻烦你越来找我都不会怎么样 但是就在于说我认为现在的人 嗯 第一个你自己就是怕麻烦者 那你委托一个麻烦的事情给我的时候 我要帮你解决你配合度很高 我觉得这是现在的人的问题 ok 再来就是技能不足的问题 我认为就是你要去做一个产业 你必须要去把这工作完成 你就是要相对的一个技能的展现 你要创造条件 别人才会给你机会不是吗 是 你当初也是创造条件 然后所以就是那个 讲师的公司工作是这么来的 对不对 没错 那时候是真的自己也想要当讲师 对 因为我有我的消理事长副总好杰他们 给我了我这个机会这个平台 并且就是把协会这一边让我成为一个舞台去发挥 让我成为一位很专业的清洁教师 那当然人就是会想要往上爬 是 我就觉得说我应该可以再开拓更多的管道 是 那我的理事长也非常鼓励我去接触人群 并且去拓展自己的人脉 嗯 然后运用这个协会的资源去展现我更多的条件 让别人看到这个条件之后再给我更多的机会 是 是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御兴家事管理 企业社的创办人陈汝倩女士 我们的Sarah 来到我们的现场跟我们讲 就是啊 定位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从你当初啊 就是在这么多你说一开始机业是杂乱啦 可是到后来定位非常清楚 可是在讲师的这个部分非常吃惊艳 所以你能够尽量的给 然后在这个地方让大家都可以知道说 哎 这个当中我们最后怎么样去找我们的定位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一旦有定位才不会就是 品牌也是这样子啊 那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御兴代表谁 御兴代表是专属于心 专属于人 所以我当初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想给客户的就是一个尊荣的 一个想法 我认为 一对一的服务就是要专属 所以御兴于心 所以才会叫御兴 OK 今天谢谢你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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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juk Kaj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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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